制作烧鹅 第一步要将鹅的皮肉分离 这样烤出来的鹅 不会因为鹅肉的收缩 和表皮的膨胀而发皱 曹思泉说 科技的进步让充气变得更快捷 即便是现在回想 当年用嘴吹的时候 腮帮子也还会发酸 OK了 OK了 发出来 对了 出来了 这些鹅它都分离了 饱满了 然后一招捏着吗 不不不 不用了 我就关吃 等一下 这相当于调料入味是吧 对 但为什么您说是灌汤呢 不好了 这叫汤 做烧鹅有灌汤这一步吗 这次我们伤心 伤心就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就伤心 这么入味了 这里边都是什么 一些醬油 一些蜜糖 一些料酒 一些你的秘方 一些我的秘方 所以这个方法是怎么想到的 上海不是有小笼包吗 灌汤小笼包吗 我们总共把 肉跟酱料很好融合在一起 所以用灌汤小笼包的一个小理念 做成一个萧鹅 传统烧鹅 是用调料涂抹额的内部 而曹四泉的灌汤烧鹅 则是将所有的料汁 全部灌进鹅肚子里 让味道自然渗透 你这样的手法 你早可以踢出门呢 曹四泉告诉我 经过加温 汤汁会在鹅体内不断沸腾 所以给鹅风口严密与否 决定了整只烧鹅的成败 见证奇迹的时刻 看看有没有漏水 千万别滴水 哇 没有漏水 所以这算合格吗 勉强合格 曹四泉说 他的烧鹅是在传统做法的基础上 进行了创新和改良 为此他进行了一次次尝试 最后从灌汤小笼包上获得了灵感 我们广东话有一句传统话 有传统没精装 所有的创新的做法 都是源于传统以前的味道 以前的一些理念 创新几乎是你把它的味性 提升的一个过程 所有的创新都是为了 更好的融合食材的本位 而且也是为了更好的继承传承 所以到现在我就更期待这只鹅的味道了 灌好的鹅还不能立刻上烤炉 得先用热水给它增肥 毛孔在受热后张开 整只鹅会鼓得像一只气球 变得更加俏皮可爱 瞬间有了餐厅里常见的卖像 挂皮水 是肉类菜肴在烤制或炸之前的重要环节 皮水中的糖分和酸性物质 可以给鹅皮上骰 增加光泽感 这样烤的皮就越酥化 当然表皮亮得透不透 也是酥脆的关键 表皮基本上干了 对 那你这个烤出来才会脆 那现在就可以把这个鹅放到烤箱里了 对 放在烤箱里面 来 等我来 这还有蒋牛吗 很热 温度 温度很高 但是我记得传统的烤鸭或者烤鹅 都是在那个明火的烤炉里 传统有传统的好处 比如说明火好在哪 木头的果香味 有荔枝木来烤 荔枝木的香味 那现在呢 改成这个呢 改成的话就是技术现金的 那树叶也很均匀 它标准化成果很高 对 我记得以前 如果明火烤的话 还有那个把火之后 那也很重要 对对对 是吧 经常要钻进去吧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现在用这样一个 现代化的手段的话 就方便很多 那行了 那就关门 直接烤就行了是吧 还有一个工具 把那个里面有个温度计 温度计 对 因为温度计 这些煎吃肉里面的温度 哦 实时的吗 对 实时的温度 我们把它插进去这个位置 哦 对 所以这个肉里面的温度 应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值 是合适的 200多多啊 所以你烤出来以后 外面的温度跟里面的温度 一致的 嗯 赶紧烤吧 在传统的基础上 创新将不可能变为可能 如果没有挑战的勇气 和多次尝试总结的经验 今天我们也想象不到 烧烤和灌汤 会有这样的相遇 鹅皮香脆 鹅肉弹牙 伴随着风鱼的汤汁 在唇齿间翻滚 接踵而至的是唇香滋味 风筑味蕾 香气在整个味觉系统里 循环往复